欢迎收看《维新世界》田园交响曲 我们那时候在想Logo的时候 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就三个人 那我们希望是老中青都可以喝 因为他是健康 所以其实小孩子也没关系 所以那时候是跟设计师在聊这个想法 那然后我想说因为做茶的人 其实是几乎是白天出门 一大早出门做浓的 做浓的他们都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跟他聊完之后 他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Logo图 因为我们并不是专科生 我们不会画图 所以我只能把我的想法告诉设计师 爸爸妈妈带着小孩传承 他就是有传承的意义 还有就是老中青三代他能喝的东西 就叫一心二业 对一心二业 包含他说后面的那一个太阳 那个感觉是欣欣向楼的感觉 这个就是设计师呈现给我们的 就希望每一位跟我们友人的朋友 拿到这样子的一个礼盒的时候 就觉得同时在喝茶的当下 就体会到我们的这些巧思这样 对 因为茶的历史其实已经很久了 所以它在不管是以前的什么朝代 它就有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想礼盒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少去想到纸盒 我们其实那时候最主观想到的都是木盒 可是木盒怎么样都呈现不了我们想要的 那话一直到看到它 我们才想到 对 因为以前 这是台湾的 就是古窗框 窗花 古色古香的感觉 再者我们的礼盒完全没有一钉子 因为它是完全是用以前旧式古式的手法 用卡榫的方式 那它唯一的钉子就是圣人 对 那它其实它都是用卡榫的部分 所以它必须在工 在师傅上面它必须要很细的去动作 所以这两个的差别 就是说它是比较原本的一个外盒 对 它是原本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把我们的logo放上去 对 那品牌名字上去 那唯一不一样就是说 如果客人的客制化就是 空白的这些完全都是客制化的 不管是前面后面 它 不管哪一面它都可以去做客制的部分 因为它只要用雷射机 或者是可能有贴纸或者是纸带 它可以去做不一样的变化设计 所以在对客人而言 就像这是我送出去的一个标示 有尊贵的感觉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用这样的方式 去开始去做延伸 来自于跟我们最熟悉的朋友 这样子 而且我们的品牌也很容易 就这样被人家记得 对 另外一个包装它是这样一片 所以它有两种款 是一个是茶叶杯 这早期我们如果就在看古剧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是用这个在喝茶 很像那个 像圆外那种方式在喝茶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式 然后把logo上去 然后这一块是完全让客人 可以要求我想做什么 我想做不一样的客制化 这样的 写个琴画在上面 对 就OK啊 最特别的是它是面纸盒 所以它这一个不会说送礼出去之后 它就丢了 那它之后可以把它压断 从这边 那个已经刻好了 你只要用力一压它就会断 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一个面纸盒 对 这是很多古诗行好奇真的很喜欢 所以你可以把一些重要的字啊 你要传达的讯息啊 通刻在这上面 对 而且它也一样就是它没有做任何的 钉子 但是它完全也都是卡水的方式去做的 所以我们讲的之前呢 我们希望是环保的状态 所以这一块也完全是符合我们要的环保的部分 这感觉也很好收纳 你如果觉得这样子是占空间的话 对 全部把它拆下来一片一片这样子 前后左右上下 对对对对 太有趣了 那这边这个我们在看也是就是 出底字跟这个比较细的字体这样 这个是个很特别的部分 因为我们一般都跟很 一般都跟客人说 其实如果你一个两个我可能 这不用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 可是如果像这阵子中秋礼盒 我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机器已经在排队了 所以我不可能因为你去 你只有两个我帮你插队给客人 所以就一定是可能会延长到 两个礼拜 我们最多就是赶在两周内给所有的客人这样 像这款就是新的比较特别 就是很像宝石盒 我觉得它很可爱 然后它也是做台湾的 就是比较古式的工艺 它是用卡也是这样子锁起来的 对 是很可爱的部分 其实当它把它关上来之后 再把它锁起来 对 然后符 OK 这样子 所以我们去想很多不一样的部分 因为当它是变成很精致很可爱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会愿意去把它当礼和颂 对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 如果像这样子一包的话 它是不是就是等于一泡茶的分量 对 对他们从小 不然都在茶叶园长大的人 他们很清楚知道我必须放多少工科数 可是像我这种是 我完全小时候没有在接触茶的人 你会不知道我 他们都会说 买一买 但你怎么会知道 我这一抓要抓一把还是一小把的 可是当我把它包成这样的时候 然后我就是打开撕开倒下去就好 而且 我们会有这个构想的另外一个点是因为 我们两个很爱出国玩 可是你在台湾 你在台湾还好 我随时可以泡茶 我随时有茶也可以喝 可是当你出去到欧洲的时候 当你出去在不同的国家的时候 你要去泡一壶茶其实是很难的 但是饭店一定会有热水 所以我们就想 我们那时候弄这样子 然后最开始是用这样 把它包成这样带出国 慢慢的发现 这其实也挺方便的 因为开始很多朋友 露营的客人 露营的朋友也会说 包含喜欢出国的朋友说 对这才是我可以享受到 我在台湾想车茶的时候的感觉 不管我在哪个国家 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它保鲜 因为茶叶你只要打开接触空间 尤其是台湾的高山乌龙茶 尤其是做绿茶的时候 你打开之后 如果你保存不好 它一个礼拜它就变味道了 可是如果 好快喔 可是如果我把它包成这样子 把它真空一包一包 小包的包装的话 你每次开就是只开一包而已 可是剩下的都还在真空状态 所以你每一次喝每一次泡茶 都是会一样的口感 你不会说我刚买回来的时候 喝我很舒服 可是喝一个礼拜后 奇怪这个茶的味道怪怪的 那我们也曾经遇过就是 客人买回去一个礼拜之后跟我讲说 老闆你的茶不一样 他刚开始泡的时候很好喝嘛 很香嘛 到后面的时候味道跑掉了 那也有可能他放的地方不太对 那有一些湿气 或者是各方面种种的因素 对 他说你这个茶是不是上面的 跟下面的不一样 我说我没有这么有空 好 是啊 因为我们遇过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就会发现说 其实在保鲜这一块 其实得要把它做 所以虽然我多了很多工 然后也多了很多的包裁的费用 那其实我觉得喝茶的人 就跟你去外面吃东西一样 吃海鲜一样 如果今天你不新鲜的话你是吗 对嘛 所以我为了保鲜这一块 所以也把它 下了很多工作 就是保鲜 然后再来它方便 然后大家又可以享受得到它 所以就演变了 变这样子的包装 所以它也有长短之分 对 它有长短 大包装 小的可爱 如果我送女孩子 人家就觉得 我要一个娇小可爱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好 就是 就一大一项 对 那大的就是 就是比较长一点这样子而已 对 叫特别 种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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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又不一样 那我们在 一般人很容易只重视内容 或者是重视这个盒子 可是我们其实连外袋 我们都注意到了 我们特别去找了 比较厚的袋子 因为 呃 台湾的茶叶的袋子 如果大家有在里满 你会发现比较薄 比较软 那我们特别找了用装久的 袋子比较厚 比较硬 那厚再者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要上类 我们要送礼 所以那时候我们特别在字上面 因为它在国语来说 它就是高尚的礼盒 可是在台译就是上类 那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是对的 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 去猜想的 然后去做这样的礼盒 一个一个贴这样子 而且因为我们有请印刷厂 帮我们类似用印刷的 我们发现那个不漂亮 所以我们还是用了最高尴的方式 就是我们用贴的 因为它才会有立体的感觉 上类然后初心摸望 用心送你 我们是当初查 应该说初心摸望 其实是因为当初查给我们的 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希望给对方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初心的部分都没有变 对 然后是用心去送这份 我还发现除此之外 上面还有一个 它上面写平安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心意 就是送平安给你 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有注意到 包含到我们的提带 因为最早时候提带不是这个 很多客人会说 提带它有点像编织的 所以它都会勾到 勾到的时候就会丑 那所以后来我们连提带 都把它换成这种像 像彩带似的 它不会勾 而且它还是很漂亮 而且我们特别故意选红色 古代人说 紅水黑大斑嘛 所以我们特别选了红色的部分 那你在送礼方面就是很漂亮 觉得很大气这样子 对 简约大气这样子 OK 我觉得这个茶呢 事实上真的 就像是一种古致金用 对 毕竟茶的历史也这么久了 那台湾又是一个很 我觉得从南到北 然后东西这样子 都充满了茶的产地 然后各种茶的非常普遍 所以要走出自己的路 真的很不容易 那在各项的 譬如说关于行销 或者是活动的参与上面 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些 曾经参与过的经验 然后自己觉得说 心得是什么 因为我们本身是杂农 我们早期是从大批发先开始做的 那你批发做到最后自己开店 然后演变到现在的品牌 那在餐展这一块 几乎都是客户自己去 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红茶曾经在法国参展了四年 四年都拿金牌奖回来 那我们也曾经收过法国的邀请 希望我们去参展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我的客户已经去参展了 我又再去参展 我是他的上游 这样子在生意上面好像有点不太 所以我尽量就是 客户有去就客户去就 那我就是反正闷着做 就闷着这样子做 无所谓 那其实法国红酒世界十名 但是想不到在那边也有茶 然后就是我们的产品在那边 其实也有很好的成绩 因为台湾的土壤比较特别 所以台湾的茶叶出来 其实也比较香气 为什么台湾的茶在全世界会这么有名 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 那再者我们把它做成红茶 所以就会 让各世界他们更能接受 所以像法国他们很能接受红茶 对 那像其实在了解过程里面 我们知道你们海外 其实就是尽量的有机会的时候 你们就会去走动 那在中国大陆那边 其实也走了不少地方 那有没有一些南北的差异 或者是说以前跟现在 因为世代不同了 你觉得那个差异在哪 大陆那边的茶的传承 其实还蛮好的 因为你说差异 其实没什么差异 没有什么差异 其实只是在于它的泡法上面 器具泡法上面不太一样而已 早期我们看他们可能是用煮茶 可能一个像这么大的湖 然后放茶叶下去做煮茶的动作 有一些你像如果在闽南这一边 闽南这一边的泡法就是很 很标准的就是一定会用 像这样子的方式在泡 它就一定不管是盖杯或者是茶 它就是用这样子来泡 那你在北方那一边 比较寒冷的地方的话 他们就会 就是直接一个杯子 一个杯子 然后茶叶放几颗进去 然后冲着 然后泡在里面这样子喝 他们喝茶的文化大概就是只有 分这样子而已 但是他们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地区都有不一样的茶 他们的茶的特色其实也蛮多的 但是近几年来 近五年来做的最好 卖的最好的还是以红茶居多 就是大红豪类的 大红豪它就是红茶的制作方式 他们现在也几乎都是喝红茶 然后他们现在一直在强调古素红茶 对他们的古素红茶 对他们说他们的那个素有100年 那可是100年可能只有5棵 那剩下的那一些都是可能这100年的下去 所以他们只要标榜了100年 那那个茶就贵 我去的时候他标榜这样子 他标榜这样子 他标榜这样子 他里面只有6泡茶而已 包这样子 人民币1000多块 人民币1000多块 他说这个一斤要台币5万多块 所以他就这样子包装 所以我们每次只要过去大陆 不管是谈生意还是去看朋友 朋友一定会带我们去喝各个 他们不一样的茶 包含他们那天 朋友特别带我们去府邸喝白茶 然后他们讲的 那个叫什么 马肉 我那时候一直 他说我带你们去喝牛肉马肉 我们就直接很直觉说我们不吃牛 他就说没有 它是他们一种茶的名字 那因为到当地他们招待我们 所以我们会一直去喝不一样的茶 才会而且会发现 他们泡茶的方式跟台湾慢慢的不一样 例如说他告诉你普洱 不要用泡的 用煮的会是不一样的方式 白茶用煮的也会是不一样的方式 所以慢慢去交流之后发现 原来是我们可能不懂他们做茶的 喝茶的方式泡茶的方式 所以导致会有一些误解 非常大的误会 当他们用了他们不一样的煮茶方式的时候 你会喝起来原来那个茶是清香的 所以才慢慢慢慢有做这样的交流 对 所以这样子一直到今天 多少年了 疫情的前两年才把品牌申请 就是那个logo才注册好 那在这个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做一些 就是自己有去买一些比较简便的包装 然后自己用贴纸贴 就最早期的时候手工 三个人手工贴贴纸 要出货的时候开始贴贴纸 这要贴到什么时候啊 万一亮多的时候 亮多的时候就是熬夜做 三个人轮流睡觉是轮流贴 因为有多少资金多多少是吗 那像这种客制化的客人 他会给你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但他 当你告诉他说我的板子就是这样子 他们有很多很特别的想法 他告诉你说我旁边要做框框 我的框框希望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你忽然会觉得 对啊我们怎么当初没有想过这样的设计 所以当他一提出的时候会有 他提出一我们可能会想到二跟三 所以之后我们的变化就会有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样其实爸爸妈妈没有就是看你们这样子 他应该是觉得做什么都几乎不用看 他其实感觉一下就知道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况是不是 对 对那有没有给你们一些什么样的名言金句啊 然后或者说你们应该可以怎么样 就是经验分享啊这样 他们其实也不太管我们 他们其实因为我们做的方法跟他的方法 比较对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一开始我跟我爸说我把茶叶当礼盒卖 那爸爸跟我讲说你会不会公用太多 这样子你划算吗 那我跟爸爸说其实 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保鲜的问题啦 我也跟他讲说其实你要让客人喝到那个茶没有味 所以就是每一次喝都是一样这样子的鲜度的时候 还是得做这个工啦 那他也不太会来插手我们太多事 那反而是他在一些老客户来的时候 他都会还跟老客户说 你看看我这个鱼肉这么漂亮到你有看到吗 这外面没得买的 他都会这样子跟客户讲 然后他都会用台语跟客户讲说 你看看这个可以欠名 他都会这样子啦 就是会帮忙你 然后去跟客户分享 然后说你看我们这个做的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那因为有一点啦 因为我发现台湾的茶越来越贵 你买一斤茶 外面甚至有八千上万的一堆 那你真的要喝到 大家觉得好喝的茶 一斤都得要大概两千三千以上 那你会发现 当我在送客户的时候 我送太少 送四两 太少太小气 送半斤一个盒子 那我一斤就只能送两个客户 那当我把它包成这样子的时候 那他就可以多几盒出来可以送客户 他可能原本可能三千块买两盒 那他在我这里的时候 有可能他是三千块可以买到四盒五盒 的这样子的概念 他可以多送好几个人 也帮客人想说 就降低一下你的花费跟成本 这样子 很多用心啦 真的是 那其实我们大概也了解就是说 父母亲也有很多的专长 对 那在柔茶过程里面 是不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夹缝当中的时间 哇我们这个茶叶都还可以听得到琴声 还是怎么样 因为听说爸爸他也是一个乐器的 能够制作乐器的一个算是艺术家吧 我爸爸很喜欢用竹子弄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怎么还有时间可以去做奇奇怪的东西 他闲暇之余他就会自己动手 然后慢慢的去弄 他用竹子做雕刻啦 然后他最近迷上了那个二虎 所以他就用竹子做了超多二虎 这个都是他刻的 这真不是说刻就能刻耶 这个全部都是他用手下去慢慢刻出来 竹雕啦 然后我上面的这个扁 这一个 这一个有在文化中心参展过 那一个有在文化中心参展过 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是 他对这一块还算蛮有天分 他就是为自己做一些竹雕 或者是做一些二虎的一些 以前小时候我记得我爸常常会用一些奇奇怪怪的 不是竹子就是一些木头 然后会做一些玩具给我玩 所以他在这一块算是很有天分的一个 也算是艺术家啦 他应该是家里面太穷了 没有办法栽培他 要不然他现在应该是大士纪 因为爸爸会特别早假日回去山里面竹子 他会去砍竹子 然后回来自己弄好 他等于是从最前面 从竹子烘干啊什么之类弄到好 他会去做这一块 也还好是家里面还有茶山有种竹子 对 然后有一片天地这样子可以忙 好 那在今天的这个 我们认识到这个很棒的一个品牌 草杀人的时候 我们其实它有很长很远的一条路要去发展规划 对目前我们有一些想法 我们希望台湾的年轻人可以真的很去接受台湾茶叶的这一块 因为它会断层太明显的 可是其实茶叶是很健康很好的食物 因为它不只它可以喝 它也可以做成食物可以吃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它不要断层这么长 对 可以让很多很多年轻人去接受它 去试着去喝它去了解它 现在你看现在茶的应用在于食物上面 健康食品上面 然后在于化妆品上面 就在保养品这一块 你看茶树精油 然后他们现在也有很多用茶茶多分 而茶素 然后 胡茶有什么那个 这两年我有帮忙一个朋友 他是做化妆品厂的 他去做了 他用了很大量的茶叶去做了超灵界萃取 去做了一个 他去萃取里面的一个他想要的成分 他萃取出来之后 他说其实效果很好 他说喝起来不苦涩 然后它的含量又高 然后你天天喝长期喝的话 那又可以帮助你在体重控制这一块 就是他有机会可以帮你消脂或减重这一块 他说他自己试完之后 他自己觉得很满意 所以茶其实它是有很多好处 广泛的应用 对 它广泛的应用 而且你看那个 古时候不是神龙藏白草 然后它是以茶做解毒 所以其实茶真的是 它没有什么 对身体不会有任何的一些 只要你不过量 那其实它不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 好 那我们今天在茶仨人的这个发展的基地 然后希望就是能够还是秉持的初心 但是同时又能够站在一个很积极创新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希望带给大家更多好茶 然后一起来品味更多好茶的茶香 最后一句话是给自己的一个祝福 然后也是希望观众朋友们大家 可以多来认识我们茶仨人 我们就希望保留真正的台湾味 把台湾味发展给大家 然后再做不一样的创新 让大家能更接受它不一样的包装 但是它的初心是不变 那我希望观众朋友可以 没事就来找茶 没事就来找茶 对 来找我喝茶喝咖啡 随时都欢迎 来尝试一下真正的台湾在地的一个好茶 然后伊林其实是我们这一次访谈的这个 主要的一个窗口之一 对 那也希望就是说能够大家在这个起点上面 一起有大家的陪伴 然后我们走出更好的一个茶香之路 同时跟着他们陪伴他们 一起把台湾的茶走向世界 走向更好更好的未来 谢谢你们的收看 祝福您平安健康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我会喜欢的 nucle人 是一个可思路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准备这个奇迹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